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arah出生的时候 医生发现她因为脊椎神经细胞死亡 令到肌肉萎缩 按照病例 她最多只可以活到三岁 Sarah今年已经十二岁 她体重是65磅 她就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回正常学校 虽然Sarah的身体和智力都不断增长 但是她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差 我每个晚上都会跟她做stretching 还有massage 因为她肌肉会很痛 而肺不可以像我们平常人那样 呼吸自愈或者扩张自愈 所以每晚她都要带一个特别的仪器 所以她就帮助她的呼吸 与六年前相比 Sarah肌肉的活动能力 的确有明显退步的迹象 现在她的头要靠轮椅的支架固定 而手部的活动范围也都越来越小 她自己知道 虽然自己有一个有限在里面 她很多事情做不到 但是她不害怕 她有那个积极 她知道自己 她接受自己 在这一学校 最近也有四个A 两个B 和一个C pass 因为C pass 就是drama 我不说大声 所以她都给了我C pass 她很开心 很正确的 还有一个很盡责的小朋友 她是一个很盡责的小朋友 后来就发觉 原来她是一个有信仰的小朋友 在六年前 Sarah患上严重的肺炎 她的肺发炎 变了 她的菌 藏在肺里 我祈祷 我说神 如果你要拿走她 对Sarah来说是好的 其实Sarah 她已经认识了主 她亦接受了主 当她离去的时候 她回到天间的时候 可能对于她来说是好 因为她再不用在地上痛苦 当我们看到Sarah 已经很苍白 她呼吸很微弱 她随时可以离开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唯有就是看着她 有时抱着她 有时哭 但是所有人所做的事 只可以这么多 唯有就是祈祷 我祈祷 我就去洗澡 然后很快就回到医院 医院里面看Sarah 很奇怪 Sarah开始说 原来是我们一个牧师来探她 跟她说圣经故事 我感受得很开心 就是神 你没有拿她走 在那一刻 我知道神 你要她留下给我 Sarah在十岁那一年 有一年的心患 我们回去 我们每年都要回到医院里面 跟Sarah做一个check up 那天医生一体现的X肛片的时候 形式就很沉重 然后就指这X肛片 就对着我和Sarah说 你们看一下 Sarah的脊椎 那个背脊骨 她已经弯了X形 而压着她的肺部 当时心里面很乱 因为医生说 如果她不做手术 她就不行了 但Sarah一转过头 我看到她的 她原来在哭 她眼泪不停流下来 腰脚夹着 我觉得 那我就可以死了 我想不想做事 很痛苦 我就可能不想回自己家 做手术 因为她没有做过 那很害怕 那我当时就说 我回答她 好啊 如果你不想做 妈妈不逼你 那我就抹她的眼泪 其实我内心很矛盾的 一方面我知道Sarah的病 是医不好的 看到她每天的体能衰退 那暂着一个爸爸来说 在理性上高 我也不想她去捱这个痛苦 但是在感性上高 我就觉得很不舍得她 有一天我回到教会 我和我先生去找牧师 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指引 有引证 谁知道我当天去找牧师的时候 牧师给我们的答案就是 做不做得实 不想听小朋友的意见 是父母的责任去决定的 我说牧师你帮我祈祷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和她起床 穿衣服 和她聊天 她就跟我说 妈妈你是不是很想我做手术 我说是 我很想你做手术 因为我知道这个手术 可以帮你做得直一点 可以帮你 除去你现在那个 腿的痛 如果你不做手术 你不可以和妈妈在一起 我想了一会 那好吧 如果真的 你帮我决定吧 我最后就决定了做手术 做得很好 可以吃很多东西 做其他东西 其实她可以留在我身边多久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仍然不知道 她离开我 有一天我会跟她见面 而是喜乐的 因为圣经有影响过 将来的生命 是没有痛苦 没有眼泪